韩糖饮料 对环境影响低 人们普遍认为 摄取蔬果比食用肉类和起司更有利于地球 但科学家8月9日发表的研究显示 其实食用薯片和韩糖饮料对环境影响也非常低 法新社报导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PNAS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中 特学家分析了在英国与爱尔兰超市贩售的约57000种产品 研究人员也将得出的结果 与食品本身营养价值进行比较 希望这项研究可让消费者在不牺牲健康的前提下 更加实践永续消费 该研究分析了水果及红肉等单一成分食物 证实先前研究取得的进展 但新奇之处在于 这次研究也分析了多种成分制成的产品 例如酱料和调理食品等 这次研究任务更加复杂 因为产品使用的各项成分多寡是商业机密 成分真正细节并没有公开 8家食品零售商贩售的57000多种产品中 仅3%的产品完全公开成分 为此 科学家透过已知的少量资讯建立演算法 借此估算位列在包装上的成分 在英国和爱尔兰 产品成分主要已使用分量多寡排序 该研究以四大因素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包括温室气体排放 有限水资源的使用 土地使用及优氧化 Eutrophication 优氧化是指水体中矿物质及营养物质过量 所引起的水质污染 且多是肥料所致 研究人员认为 就营养观点而言 通常越是属于绿色饮食 Sustainable food的食物 营养含量越高 不过他们发现 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商品中 也包括浓缩果汁 苏打汽水或其他果汁产品 因为他们主要由水组成 但营养价值很低 研究发现 面包、特定谷物、调理食品及甜点 对环境造成相对较低或中等的影响 但鱼肉、起司和肉类 对环境的影响则很大 尤其是红肉 研究指出 以植物性食品替代淡奶肉制品 对环境与健康大有益处 不过 较小的饮食改变也有益于环境 例如 牛肉千层面对环境影响甚大 可以替换成肌肉 猪肉货素的千层面 研究人员表示 未来透过更加了解各项成分的占比及来源 将能更精确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健康生活编辑部 升更加了解各项成分的影响